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退學潮終於蔓延到大學 在2019、2020學年度 一共有2120名大專生退學 不僅比在上一個學年增加了一成半 而且這個數字也創下了16年以來的新高 除此之外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提出了一個極端的建議 要求全港的中小學要在班房中裝設閉路電視 他這番的建議引來很多網民的反感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2019、2020學年的退學情況 在這個學年裏面 一共有2120名大專生退學 當中的1804人 就是修讀學士學位的課程 比起在上一個學年 增加了15% 數字也創下了16年以來的新高 在八大院校當中 最多人退學的就是理工大學 有505人 其次的就是城市大學有362人 第三就是香港大學有357人 其實在這個學年裏面的退學情況就認真嚴重 因為講到2100個大專生不讀 其中的1800人就是大學生 因什麼解救他們不讀呢 都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 有部分人可能覺得 根本上讀落都不適合他們 可能他們想去海外就讀又不出奇 因為 香港的僱主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由海外大學畢業的 只要你那間大學不是太過野雞 或者不是太過入 其實都是願意去聘請的 那個競爭力 就會跟三大畢業生差不多 所以不少人可能就覺得 反正都是讀 不如去外國讀好了 當然 2019年20學年 最多人就是從理大那處退學 可能就是跟社會運動這個因素有關 有機會就是部分人 他們都急於離開 所以就不讀 反正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香港學位的價值 其實就比起以往來說就越來越低 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老實說 因為你說以前 只有一間大學 或者是兩間大學那個年代 那些大學學位當然就相當珍貴 現在出生人口又降低了 入讀大學那個的比率又高了很多 二來就是根本上那些大學位都增加了很多 以前就說 一大兩大 三大 後來現在又八大九大十大 來著頭 每間都是大學來的 變了就是有一個學歷通脹 所以在現在這個年代 能夠入讀到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學位 就已經是沒有什麼價勢堂是很普通的事 好了 至於在去年來講 交流生的人次 就只有3498人 這個明顯就是跟疫情有關 因為根本上 非本地的居民都不能夠入境 另外 在本港 去年就有 一萬九千多名的非本地學生 修讀著各級的教資會資助課程 那這萬九人的組成結構是怎樣的 有12900人就是從大陸來的 亞洲其他地區就5400人 其他地區就860多人 那就是說主要都是說那些大陸的學生為主 所以這個情況也是反映得到 根本上 香港本地的畢業生 當他們要進入職場的時候 上位的難度就越來越高了 現在這些是說教資會資助的學位 有不少的大陸學生其實是自資來香港就讀的 有更多就不是說讀這個學士學位 而是讀這個碩士學位 那些是一年制課程的 那些是授課式的 上完課一年之後就會印證書給你 他們畢業以後又怎樣呢 絕大部分都會留港工作的 那哪有那麼多單位請他呢 就是那些中資企業了 這班人正正就是形成了其中一部分的港票圈子 全部都是高學歷人士來的 是所謂的精英來的 所以這班人在職場裡面 就將會成為中樓底柱 他們就會押了不少的位 尤其是就是那些高檔次的職位 我經常都提著這件事 那所以 你說現在這兩三年才畢業的大學生 就是很不著數的 一來他們就不能夠受惠於這幾年 所爆發的移民潮 移民潮在八九十年代 都曾經是出現過的 當時 不少企業的中高層的管理人員 就移民了去外國 於是那些沒有移民的 留下了在香港 由於那麼多人走了的關係 他們上位就容易很多 好了 換轉現在這個情境 就算你說要上位 也輪不到剛剛畢業的人 陰工 你剛剛才畢業一個Junior的職位 你怎樣上位 這些提拔都未曾輪到你 往往就是那些中層塞了很久的人 才有機會上位 第二 當這些大學畢業生 做了幾年的時候 疫情都怕結束了 一完結就通關 一通關的時候 那些港票人士又湧下來了 好了 一下來的時候 又造成了競爭了 他們往往就是會佔據了很多中高層的職位 這幾年才畢業的大學生 得到你有差不多一年資的時候 又被那幫港票塞住了 你說是不是有上位困難的情況出現 就不能夠一概而論 總有人能夠上位 問題就是 困難重重 尤其是現在特區政府 都在叫大學生 叫他們上大灣區做事工作 港票就一直湧下來 本地的畢業生 就叫他們上大陸工作 根本就是在做乾坤大羅儀 就是人口換血 所以你說現在這幾年裏面 有些大學生他們決定不讀了 退學了 走去外國升學也好 或者是怎樣也好 其實真是無可厚非是可以理解的 可能人家計過度過就發現 繼續在香港讀下去也沒什麼好處 不如去外國升學 他拿著一個外國畢業的大學學位 他又可以在當地就業 就算在當地說不好聽 他再回流回香港 找工作一樣是容易的 所以去外國讀書就沒有損失 這些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我經常都覺得沒有問題 值得去做 另外我們又看看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先兩天 竟然間作出了一個很極端的建議 他們在會議上討論 如何預防 警務人員的子女 在校園裏面被人欺負 於是何君堯建議 要在全港中小學的走廊和班房 安裝閉路電視 隨即遭到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拒絕 何君堯還說 安裝閉路電視犯法嗎 不是吧 任何屋苑也有 逛街也有 這些建議 非常極端 何君堯本身就是在飾演建制派的激進派 他就是要 提出這些極端的建議 來維持曝光 但是你也不是那麼離譜 在班房裏面裝閉路電視 無論是甚麼的原因你都不應該 是不是 豈不是衰過文化大革命 文革都未至於說要在班房裏面錄音錄影 還有就是裝這些閉路電視全球都不會有先例 你只是告訴別人你是信任不得的那些教師和信任不得的那些學生 你就搞到那些人好像坐牢 甚麼都被你監視著 全部都是錄影和錄音 那你變成那個教師一定會有很大壓力 那你做教師那些就要握著就命了 他怎麼說話在課堂裏面 他唯有是照本宣科 那個教科書講甚麼他就照讀 因為那些教科書是要經過教育局審批的嘛 那麼他照讀就包沒問題啦 那麼他讀到差不多時間夠了 那麼他就下課了 那你整個教學意義是何在呢 而且提出說要在這個班房在這個中小學裝閉路電視 何君堯都不是第一個來的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這個張宇人又說到 教育局對於監察教師的制度是需要檢討 在試學的過程當中 教育局職員穿了西裝站在門口 誰人都知道他來聽那個教師講話 他就說可以借著 這個閉路電視來去監察那些教師 有沒有按照那個課程和書本來去授課 而家長和學生也都可以借此作溫習之勇 他又說閉路電視是不涉及私隱問題的 而且他還提倡 那個閉路電視的鏡頭是要對正的老師 不要對著學生 就這樣看著那個教師的教學 那你根本上就是 等同於在教師頭上 置了一把刀而已 那你說按照那個課程和書本來去授課 那如果你真的裝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照著來去講 那你整個教學過程是沒有意義的 那些學生自己在家看書都可以 他不用上課 那你變成那個教師的教學經驗是完全廢的了 他教師的個人知識也是廢的了 因為他怎麼敢說話呢 還在課室那裏 而且為你一個社會 竟然間接連有這樣的議員 在議會提出類似的建議 都是很有問題 難怪那些家長 是會安排自己的子女走的 那你怎麼讀下去呢 當然你現在這些建議 仍然停留在吹水的階段 但是只是吹水也夠客人 怎麼能夠是拿出來講的 這些建議是多什麼的 只會嚇到那些家長是雞飛狗走的 他怎麼放心自己的子女 在這些學校就讀呢 一來就肯定沒有教學質素了 因為你有鏡頭放在那裏的時候 那個教師都不敢說話 肯定是鵪鵪的 正常的 他又要保住職位 那學生又被你錄影的時候 學生說話都錄音了 那就糟了 那學生怎麼辦呢 會不會就被你拿出來做把柄 換轉你這個何君妖和張宇仁做家長 你都不會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這些學校讀書 也都解釋得到為什麼你那幫政府高官 你說要香港搞什麼教改呀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實際上就安排自己的子女去外國就讀 都大有人在 根本上你搞完這些東西出來 你們自己的子女就不需要受這套教育 這些是完全有問題的 希望這些無聊的建議就不會獲得通過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